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苏某人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 名字叫做火柴人亨利合集 这是一款非常经典搞笑的火柴人游戏 别说你的童年没有玩过 那你就out了 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款游戏呢是收获了玩家大量的好评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个火柴人亨利的故事吧 由于这个游戏呢目前没有中文翻译 而且呢我这个是实况视频 所以游戏中出现的所有字幕 就由苏某人来亲自翻译吧 好的好我们现在呢开死游戏 嗯这是一家银行 在沙漠里的一家银行 我站在银行的门外面 现在我们要选择一个方式进入银行 这里有镭射墙 进入银行有必要用镭射枪吗 但是我想试试啊 哦这不是很简单吗就打开了 啊这包给砸死了 那如果用炸弹呢 我可以把这个墙炸一个洞 这个炸弹掉下来了 啊这个后果有点严重啊 这是一个传送器 我们来使用一下传送 直接传进去 好 诶 卧靠 这这这钱有问题啊 我传到一半 怎么进不去了 其他的都是搞破坏 只有最后一个是伪装 伪装在钱袋子里面 让我们来试试啊 我伪装好了 但他已经开走了呀 哦又回来了 然后还是被警察看到了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 潜入了银行里面吗 啊我是潜入了 但是我被发现了 这不是白潜入了吗 刚才是这个游戏的序章 那么现在的游戏第一章呢 是逃出监狱啊 我们已经被警察给抓住了 一上来就被警察给抓住了 现在该如何逃脱呢 你得逃脱呢 你得逃脱呢 呵呵呵呵 不在意 但是你得到一套 别提起来 你得惊愰了 我们已经试试了 以任何用适的 没什么 Dave 什么 对 是的 是的 当然我试试了 我没试试了 我会失去我的工作 而我没有失去我的工作 呵呵 呵呵 我们回头 你得逃脱呢 我喜欢的 嗯 我收到了这个包包 实际上包裹里面有东西 东西可以选择 那你希望是什么东西 我希望是这个火箭筒 可以吗 就是你了 火箭筒藏在这么一个蛋糕里面 我发射了 然后呢 火箭筒飞回来了 这个火箭筒还能这么玩的吗 如果有一个手机 那可以怎么办呢 用这个手机可以吗 我给一个叫做怀特的人打个电话 然后到了9月9号 我们来到了法院里面 请继续你的证明 OK 我坐在我的伙伴和伙伴 突然间 他发现一袋子在路上 我们出现了 后来就决定把一袋子放进去 我们不知道有个人在那里 连着 连着 这程不堂安逆转裁判 进去研究 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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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证明 那裁判 没有藏在那里面 现在要我们出示证据 证明我们是无罪的 我们之前就是用带子进来的 对不对 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被错误的抓进来的 所以说 应该用这个带子来证明 自己的清白案 是 是 那裁判 是 是 是 但是 有一个问题 是 如果裁判 真的在这裁判 他发现了 IN 这裁判 在裁判 如果他在裁判 他在裁判 能力 的 为了 他罢子 是 那 后来他做 他做 很简单 他 他不 是 解释 我 想说 我 我不是在裁判 他在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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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在裁判 是 您可以看到 这病人的 犯人的 犯人是 在裁判 他在冠状的中心 这就是了 警察他选择的身体 他在冠状的中心里 他也在冠状的中心里 他在冠状的地方 他跟他的传状的中心 他会被他在冠状的中心 但是他在冠状的中心里 为止他在这种中心里 有免费的账截 但警察他还以为 这个图被担心 他的署悉 他在地上被捕捉,警察想到事情就好了,但他回到他来骂。 你们不能和我来的事。 这一定是很有趣的询问。 但我现在准备了我的负责。 我找了判备,Henry Stickman。 好了,就这样被判处无罪了。现在没有罪了。 可以离开了吗? 但是我鬼魅的一笑。 游戏第一章也结束了,来到了第二章,偷钻石。 看样子我懂了,我们要偷的钻石就是, 在这个展览会上面。 钻石就放在这个博物馆里吗? 我们现在要选择怎么进去。 当然要生一小点的溜进去比较好。 现在在墙外面,要选择怎么进入是吧? 我觉得可以选择第一个,弹立斜。 是吧? 我弹上去,弹弹弹,弹走。 弹,弹,弹,弹。 弹不上去? 哎呀,把我人弹走了。 我弹到池塘里了。 那我用这个缩小枪呢? 把自己缩小。 哦,这里有一条缝。 但是钻出了一个,蚯蚓。 完了。 啊,由于太小了,被蚯蚓干掉了。 反重力帽子啊。 来试试这个帽子,效果怎么样。 果然反重力,我可以飞起来了。 然后呢? 呃,飞得太高了。 我觉得别搞那些没用的。 直接简单的把这个,吹爆吧。 哎呀呀呀,这,怎么来了一个,我的世界里面的那个苦力啪都来了。 啊,我现在是进来了。 然后的话,我应该选择一个方法干掉他们。 现在有飞机炸弹和枪。 我直接使用飞机吧。 啊,另一个保安由于受到惊吓过度,然后被撞晕了啊。 现在的话,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对不对? 左边还是直接去钻石那边,我们选择走左边吧。 嗯,这样安全一点啊。 来到旁边的这个房间。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钻石挂在展厅里面啊。 但是有两个保安。 两个保安。 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四个东西。 这都是其他游戏里面的啊。 那我们先来使用一下这个精灵球吧。 看一下这个精灵球,能不能把这两个保安抓住啊。 好,这怎么游戏画风又变了。 好吧,那我使用精灵球。 收。 完了。 出bug了。 啊,完蛋啊。 那你这么说,选其他的选项不也是,其他游戏也会出bug吗? 那我选择一个,这个猎头蟹呢? 我猜,我好像猜到结局了。 他会不会不听话? 果然。 啊,他裂了我的头。 那我这次选择吃蘑菇吧。 嗯,吃蘑菇自己变大了。 哦,我无敌了。 吃了蘑菇就已经无敌了呀,是这种呀。 啊,这里还孵化出了一只小翼龙。 可以的,这都是来帮助我战斗的对不对? 轻松,拿到钻石。 呃,但是我变小了。 怎么办? 在西南方的一个,呃,控制中心里面啊。 哦,这个时候好像是有人发现了这个情况啊。 I'm getting chaos readings at 10.6. It's coming from the museum. My god, it's over 9. I'm leaving this decision up to you, corporal. Just hit one of those buttons to deal with this pressing situation. Who's watching TV? Get back to work! Sorry, Chief, I'm going back a little bit. 现在我们要选择一个方法帮助主角逃脱吗? 很显然核武器是不能选的吧? 我来选择这个卫星武器吧。 哇,这卫星长得好丑。 感受痛苦吧! 呃,这也太痛苦了吧。 不行啊,卫星武器太猛了。 这个我要是干嘛的,0%。 掉下来一个计算器? 这个是什么梗啊? 好像我不太懂。 这是空间武器吗? 毁灭了周围的空间,然后我也没了。 这个武器呢? 这个武器是干嘛的。 哦,这个好像威力小一点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 送过来的一个, 战士啊。 这个有点像星际大战里面的黑武士, 但是应该也不是的啊。 那,我现在是可以, 拿上这个钻石逃离了,对不对。 好的,我现在已经逃脱成功了。 钻石也拿到了。 好,这是游戏的第二章结束了啊。 好,第三章开始。 。 好,好。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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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呢, 现在我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带链子的球啊, 一个是这个超能力啊, 面力移动的。 好, 我要使用一下这个, 面力移动好像不太行。 那这个球是干嘛的? 挂在保险柜上, 然后直接, 飞下去了。 哎哟。 看样子, 这能活下来吗? 哦? 居然, 活下来了啊, 太好了。 但是保险柜里面, 装的是一只玩具熊, 这搞个毛啊。 还是失败了。 那从这里的话, 我们来其他的选择吧, 比如这个, 毛枪啊, 直接把我们给拉上来。 拉到飞机的门旁边, 然后现在选择怎么进去。 我觉得每次搞破坏都会出事, 干脆这次我们等等啊, 选择等一等。 好, 真的等出一个人来, 赶紧溜进去啊。 然后现在呢, 这有一把钥匙。 然后有三个选择, 是电脑, 电梯, 还是个洞。 我们先玩一下电脑。 电脑里面有什么秘密文件是吗? 然后还有一款游戏, 文明5。 啊, 他在这玩这个文明5, 然后时间过去了。 啊, 然后被发现了。 有毒啊, 这个电脑。 那我们直接坐电梯吧。 电梯能去哪? 看看啊。 看看啊。 啊? 这电梯怎么直接把我们一泄千里了? 所以只能走这个通风管道, 对吗? OK。 通风管道我来了。 这里是什么? 我在里面看到了一颗红宝石。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标是要去找这个红宝石。 怎么过去找? 直接飞过去呢? 哦, 直接跳过来就可以了。 这里是不是有人? 有一个人, 这是厕所吗? 这里。 还是说是个电话亭, 他在里面打电话。 哦, 我们用之前的钥匙就可以打开这扇门。 哦, 这是打开这个监狱的门啊。 这应该是监狱。 然后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打开这扇大门。 嗯, 我使用魔法。 必须用魔法打败魔法。 来吧你。 好像不行, 我被冰冻了。 使用黑客技术呢? 把这个门给黑开。 居然不行。 这个门不是电子的吗? 黑客技术都不行。 把自己变成一张纸呢? 变成纸人。 哇, 这什么呀? 这是火铁人吗? 好沙雕。 我变成一张纸了。 然后, 从门缝里面溜了进来。 还可以这样的啊。 一颗巨大的宝石。 现在没人发现我, 我来使用一个什么, 把这个宝石带走。 用这个缩小工具吧, 缩小器。 用这个东西可以带走吗? 缩小了。 看样子是可以了。 但是我被发现了。 但是我被发现了。 完了, 我被扎飞起来了。 这是哪里。 我在罗行桨里面。 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吧。 那这个时候应该选择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用雨伞。 因为雨伞可以带我们飞。 果然。 好, 雨伞就是。 好像飞不走啊。 被吸进去了。 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个龟壳。 这龟壳干嘛的。 戴在头上。 变成龟。 那个。 是吧。 也不行。 那这个盔甲呢? 这个应该是黑武士, 对不对? 好像是真的可以的啊。 盔甲是可以的。 这个盔甲太硬了。 哇, 无敌。 穿上了盔甲, 我无敌了。 导弹随便扔。 好, 钻石也被我带走了。 话说这钻石怎么这么硬啊。 这边来了好多警察。 士兵。 为了抢这颗宝石, 现场乱做一团。 诶?这是我们选什么? 这是选光碟吗? 那我选择这个最后一张吧。 上面写着圆形。 这帮士兵是来抓我的吗? 我想溜, 但是我溜不掉。 哇,这帮战斗力太强了。 我该去哪儿? 我拿着钻石, 现在不知道该去哪里啊。 然后这个人, 他把盔甲扔给我们了。 我就直接, 带着钻石可以走了,对吧? 这辆直升机不是来对付我们的。 太好了。 我就算是成功逃脱了。 好, 那么目前呢, 这个游戏, 我们是打通了三个章节啊。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三个章节, 我们可以下期视频再来搞啊。 那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